欢迎大家收看世界越来越卢 我们继续来讨论一个 最近新闻中大家看到 就是中俄的四架轰炸机 进到了阿拉斯加的ADIZ 这个事情闹得很大 那我们在《辣碗报》当中 也讨论过几次 但是从这整个事情往外去投射 你就看到各个事情这几年下来 还有在各大扬州 这个解放军的一些动态 就看到了种种的不寻常 跟这个解放军 现在所谓的走出国门 走进世界这个企图心 那这是介老师点题 今天给大家好好说一下 好 介老师你怎么看 当然这次中俄四架轰炸机 进到阿拉斯加 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细节 我们可能不知道 因为轰炸机进来 它会有战斗机的一些护航 然后美方的一些 所谓的升空拦截 画面中没有看到什么拦截的动作 就是半飞 拍拍照 那现在还有人揣测 可能有些对峙的场景 可能美加吃了憋 不知道 那当然用美方的F16加上F35 那很多军事迷也说不对吧 你应该出动的是F22吧 中间看起来似乎有些难言之隐 那当然这些的一切一切都是 解放军远程投射的一小部分而已 季老师怎么看 我觉得这次很多讯息是美国试出来的 而且有照片 美国把它的F35 F16 还有大黄蜂 都一系列排开对面 中国大陆的轰流 四级同框 四级同框 美国也做了比较多的报导 可是它也做了一些缓辖了 说这都还是在这个怎么讲呢 美国的这个领海以外 那是符合国际规定的 那可是这一次也有说 美国其实是有一些仓皇的应战 就是说也充分显示出来 就是说中国大陆这个举动 是出乎美国的意料的 美国就是说它尽快的要派出 它相关基地的这些来所谓的这些 半航吧 当然也没有做驱离 因为它没有达到 它是在公海上面 也就是说这些国际的 自由领空里面 它没有权利来做任何这个驱离 那可是它半飞 有拦截吗 它这个就算是半飞 还不算拦截 半飞加拍照 加拍照 可是美国已经对外面 做了一个比较多的一些报道 那其实中国大陆倒是比较 跟俄罗斯倒是比较低调 只是美国这方面的反应 这次是比较强 然后你看他们这个影片也好 这个照片也好都公布出来 那当然啦 就是说对美国来讲的话 其实这个是二次大战以后首次 这些轰炸第一次飞掉了 中国的轰炸机 而且是跟着俄罗斯的 这个突九五 也是战略轰炸机 一起执行任务 那我想美国是 算是表面上它还只是 没有太强烈回应 可是我觉得心理上面的这些冲击 问题是非常的大的 那这就是说也是中国大陆 我觉得就是过去一两年来 最明确的一个对美国的警告 而且就是说中美之间 军事对抗的态势 就中国大陆来讲 已经翻到另外一页了 也就是说我也要开始对你实行 威胁性的一种战略型号 不是只能一天在我的领空附近 飞来又飞去 来了又走来 好像到自己家门口一样 那个时代结束了 你的家门口永远是没有人敢去 或者说没人去得了的 这个时代也结束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 其实从历史的角度上来看 应该是中美两国在军事对抗上的 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算是一个大拐点 当然中国大陆主要是 解放军线实力担当 我们看到不管是硬体也好 软体也好作战技术也好 它的各方面的实力 全部都起来 刚刚介老师认为说 对于美国对于美军来讲 造成心理上巨大的冲击 你觉得这个冲击 主要是来自什么呢 一种怎么讲 当然一种敌视之外 是不是还有一些挫折跟沮丧 因为我们常常看到 美方所公布自己的造船速度 输中国大陆多少 很关注大陆的 这个歼20的架次等等 三不五十发布一些这个数据 都让很多美国人 好像似乎感到极大的一个沮丧 对 因为美国事实上 它在美国这个国家建立以后 它就认为自己跟英国一样 住在一个大岛上面 英国为什么要有这个无敌海军呢 基本上就是人家打不过来 在没有空军的时候 英伦三岛 它靠全世界最强的海军 没有人能够打它本土的 对 这个是他们的安全的保障 美国是一样到了新大陆 北方加拿大南方菲律宾 都不构成 这个墨西哥不构成威胁嘛 所以能够攻击它的两个旧大陆 它把这个海上给它阻绝了 空中上阻绝了 然后呢它就高枕无忧啊 对 只有一次美国本土被攻击 被外来势力攻击 就是911事变嘛 你看911事变 美国采取了多大的决心 搞了20年反恐战争啊 最后一定是把宾拉登 把他怎么样 人头落地以后才结束啊 那包括对阿富汗的 他也是从这个反恐战争 这个角度上花了大笔钱啊 对 就是怎么讲呢 就是因为美国本土被攻击 那这一次像这一次这个 这一次川普的美国防卫策略 他说我们要用自己的力量 建立一个像以色列一样的 铁穹系统 把美国搞得像金钟罩一样 没有人能够攻击美国本土 这是美国人 他们今天信心的来源啊 那过去你看俄罗斯事实上 是可以做做攻击的时候 对对美国做做攻击 美国在前一个冷战的时候 最后一定要把俄罗斯板倒为止 到今天俄罗斯已经不是 美国最主要敌人 可是你看俄物战争 所以还是美国一步一步的 禁逼俄罗斯 因为俄罗斯对美国本土 有攻击的能力 所以他一定要把这个国家收拾掉 可是呢 也很清楚的 就因为美国俄罗斯 有收拾美国本土的能力 所以俄罗斯 俄罗斯出兵打仗的时候 美国一开始就摆明了 跟俄罗斯打仗的规则 我绝不出一兵一组到乌克兰 原则是什么 如果不会把这个战争火 引到打到我本土 所以美国本土是最神圣不可侵犯 那这个神话被俄罗斯打破 现在谁打破呢 中国把它打破 我认为中国大陆的战略 也要看得很清楚 如果你不能让美国感觉到 你的本土对中国来讲是脆弱的 你没有办法说 我可以确保中国大陆 在关键时刻不攻击我本土 或者说会对我的本土造成 这个严重的伤害的话 那美国对中国大陆的这个做法 就会怎么讲会更怎么讲更进一步 那我认为这种做法 这个是一个战略的思维 中国大陆就是打破 美国心理的一个心防 说我今天中国大陆 我的战略轰炸机 对不对 我可以飞6000公里 我飞到你阿拉斯加 我上面如果我的飞弹发下去的话 装盒子弹头的话 我可以从空中攻击你美国本土 当然这个轰6飞不了那么远 所以它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有各种不同的揣测吗 大部分人讲是从俄罗斯机上 对从俄罗斯上进去 对有的说是什么空中加油 有的说是从大陆的 这个航舰上起飞等等 那但是不管是图95轰6 它都是可以挂核弹头的 所以这个部分呢 对美国来讲这是一个 极大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威胁 那除了空中之外海上也是啊 7月6号 7月7号 美国这个海岸军方队 在这个阿留森群岛以北 发现了三艘的解放军的 军舰 然后呢又发现了另外一艘 那到底是什么呢 结合日本防卫省之前发布的 这个航机判断啊 应该就是055万顿大区拉萨舰 还包括驱逐舰 开封舰 护卫舰 烟台舰 还有综合补给舰 这个可可西里湖舰等等啊 这个阵仗来到了这个阿留森群岛以北 然后呢 那拉萨舰跟这个可可西里湖舰 六月到七月初我们看到 它又穿越了这个对马海峡 还有中国海峡 那感觉上应该是两个舰队 后来就汇合 共同前往了阿拉斯加海域巡航 所以空中海上都没有缺席 我觉得中国大陆就是说 战略上应该是 因为有时间紧迫性 我觉得这个紧迫性 基本上随着台海情势 就是说中国大陆跟美国的军事 较量的这个急迫性 在哪里呢 在台海情势的紧迫性 台海越紧迫 中国大陆跟美国军事较量的可 那个时间就越紧迫 那所以战略上大陆要立刻 要尽快能够对美国的本土 进行威责性的军事行动 不是攻击 而是就跟美国一样 把第一岛链推到 中国大陆家门口 然后不断的增强武力 中国大陆现在也是要怎么样 要尽快能够把它的武力 投射到美国的本土 美国的国土 那你看这个地球来讲的话 事实上中国大陆能够最快 对美国的国土进行 直接军事威责 近距离威责 就是阿拉斯加 比走这个 比走这个 这个怎么讲呢 走太平洋中间过去 那快很多 而且现在跟俄罗斯的关系也好 那你比如说轰六 可以在勘察加半岛 先加油 从那边起飞 大陆海军到阿拉斯加 都不是第一次 2021年去 2022年也去 2022呢 当时是中俄总共6艘舰艇 出现在阿拉斯加 其中包括055 那2021年也有 但是轰六倒是第一次 轰六就可以 跟它那个攻击更快 对 对 它这个载着核子弹头 这个长箭20吧 给6千公里 6千公里 6千公里 装核子弹头 所以对美国 这可以达到美国任何角落 起码一半吧 一半 一半吧 那就是说美国 就是直接军事威胁 美国本土 我觉得就最明确的 就是说直接对美国本土 形成军事威胁 但它也是自由航行的一部分 自由航行啊 你知道自由航行这个 领海是什么观念 什么观念造成的 你知道 其实都是海权国家 在海上的强权 它定定了海洋法 当时这个海洋法 最开始山海里的 这个概念是谁出来的 是荷兰出来的 荷兰曾经是海上霸主 所以荷兰的国际公法 我们还知道 国际公法族叫格劳秀斯 但是它就规定公海山海里 为什么 它说这就是你暗炮打到 其实不是 它要把公海扩大到最自由 最大的可能性 然后呢 因为公海基本上 是有能力航海的人 它才能够在海上自由行动 所以它就把它的活动项目 拉到最大的距离 对不对 那包括空权以后也是一样 你今天你把这个防空领域搞到 你说你的领空到一百海里 很多国家没有能力去保护的 那可是对你有航空能力的国家 你就可以开到人家家门口 所以就是这个都是从强权的角度 来定地这个规定 我飞机可以飞到你家门口 反正你的飞机永远 连飞不到我家门口 就是这个概念 那现在变成怎么样 中国大陆有这个能力 世界上有能力飞到美国这个家门口 现在少数国家 而且是对美国视为敌对国家的 俄罗斯有这个 中国大陆现在有了 所以我觉得对美国 是一个极大的威责能力 那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 我觉得现在看起来 这个做法上是有急迫性的 也就是要尽快对美国的本土 形成军事威责 然后呢让美国的军力向外投射 他必须要考虑到回防 就是说把部队拉回本土去进行防卫 这次比如说 他派了这个六架战斗机 两个编组 两个编组 两个编组过去 他还是很快的要掉 而且这种飞机 战斗机 美国的战斗机 它的作战半径不超过一千五百公里 那今天中国大陆的轰溜是六千公里 那你这个飞机你要掉 你要继续半航 你要飞多久呢 他出来顶多两个小时 他就要回去了 战斗机就要两个小时 所以对美国来讲 他必须要增加怎么样 他在这些相关领域的驻军 他增加相关驻军 他就没有把马军队一直往中国大陆家门口派 这是很明白的道理 所以我觉得你看这个 最近我看大陆一篇文章写得很清楚 就是说统计下来 2024年事实上这个半年来 那么中国大陆人民解放军 跟九个国家已经进行联合军演 地点包括哪里 亚洲 非洲 欧洲 大洋洲 还有什么地方 甚至到北美洲 这次飞白令海就是北美洲 这也是我一开始讲 这个解放军走出国门 走向全世界 那特别是最近我们看到 7月29号在非洲的 中国大陆跟谭尚尼亚 还有莫三比克联合军演 叫和平团结2024 那你就看到这个阵仗也非常的惊人 那大陆出动了包括孕儿林 还有071的登陆舰 那052D也都到了 那特别是这个071 两艘这什么概念 因为它这个主要是运兵 它一个加强营 大概就将近900个人 一艘大概一个合成营 对对对对 那它这个071 其实还是比较老式的 这个两栖登陆舰 它事实上话只有两万三千吨 所以还没有拿出真正的 大杀器出来 075是四万五千吨 现在听说076更是强 而且上面可能还会配备 什么配备这个电磁弹射器 也就变成小型航母了 可是这种小型航母它不是 主要是载这个舰载机的 它主要它下面是要载 这个大型的登陆部队 这部队包括陆战队 包括这些机械化的装备 就是说坦克车登陆舰 这些东西甚至这些自首炮 都可以在这些 在这些两极攻击舰里面 所以这次到非洲去 我看大陆报导是差不多是 两个礼拜的时间了 就是说071从中国基地 到这个非洲 那最主要的这个过程中 它是横跨了整个印度洋 因为它是在非洲的东部 非洲的东部 所以从中国的这个军事基地出来 直接横跨整个印度洋 你像印度洋有一个自称为 霸主的国家 对中国时常表示不友善的 这个国家好像印度 那这个可以直接到非洲 进行两个合成营 就轻松就派过去了 另外还有这个运20 运20的话飞十几个小时 也就是到了非洲东安 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 这个其实说是在练兵演习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 就是向世界展现中国大陆 兵力投射的能力 兵力投射 因为这个战争发展任何地方 中国大陆的军力都可以投射 投射的很快 那有这个能力的国家不多 俄罗斯有 美国有 法国 英国都未必有 你两栖震动舰你不够啊 然后你的大型的运输机不够啊 那中国大陆最近几年 发展的这些武器装备 基本上看起来就是要做 这是远程投入啦 也就是说已经在战略上 看得非常清楚了 你如果不能对你的敌人 形成包围之势的话 那你就永远在突破 别人对你的包围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战略 那这个需要很强的军事能力 那所以我觉得可以看出来 中国大陆这几年的建军方向 还有整个的全球 它的整个建军的战略构想 已经蛮清楚了 就是一个往一个 有全球投射军力能力的 一个军事大国的方向去走 对 当然另外一个 比较敏感的问题 就是西方的视角来看 就是说像这种全球 亮剑式的远程投射 跟中方过去所不以为然 强烈批判的霸权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就是说这个就变成就是说 你的目的是保护你自己的 这些海外利益 还是说你有侵略这种 这种或者说是扩张的意图 这个我觉得是一念之间吧 一念之间 那有这种能力的话 对不对 他就可能达到这种 让其他国家 臣服于你的军事力量的 这样子的这种状态嘛 对 所以这也是一种 国家能力的一种展现 对 那也可能我不晓得了 我只记得邓小平70年代 在联合国讲过一段话嘛 他说如果将来有一天 中国也跟美国一样 变成一个霸权国家 到处欺负别的国家 他说这个时候 全世界的国家 可以跟中国人民一道 来推翻这个政府 这是邓小平讲过的 不是我讲的 那也就是说他展明 中国人从来没有要用 这个军事委员来 来这个来遂行霸道 要人家屈服于中国的拳头之下 那我觉得这整个来讲的话 是中国被美国的 团团为主之下 目前我看非常清楚 美国团团为主之下 一个突围之道 也就是说我让你把战线 战争将来可能不会 只发生在中国大陆 不是发生在东亚 我今天你美国在中东的局 我中国大陆有实力 去把你的局给你破了 让你美国在这个区域的 影响力效于我 这也是一种跟美国 对抗的发誓 那这种东西除了外交能力 当然有军事能力在里面 将来如果非洲 这个我看大陆的问题 非洲如果它发生 军事动乱的时候 对不对 那如果需要中国大陆的 援手的时候 中国大陆也会让非洲国家 我有这个能力 对不对 然后如果今天美国 跑到这些非洲国家去 灭掉人家国家的时候 那中国大陆也有能力 所以说来告诉美国人 这样做是不对 对 它的原样行行 不只展现在这些军事合作上 包括我们看到它的医疗船 科研船 还有过去的几次撤侨等等 大家看到它可以用在 当然这个和平的价值上的 这个价值也是很大 那当然现在有个变数 我还是要请教一下 这个介老师 就说这个川普11月 当然目前录死谁手很难说 好像贺锦丽也没大家想象的弱 你觉得如果是川普入主白宫的话 这个态势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吗 我觉得基本上 美中的中国 美国对中国态度还是一样的 它是遏止中国的成长 可是问题就变成它会比较 在经贸上面的着力 大于军事上面 而且美国现在川普 形成的这种新冷战 拜登刻意制造新冷战 对于中国大陆的全面围堵 然后呢在整个为了将来 可能台海发生的这个战争 那么做一个预先的 一个结盟的一个措施 那会比较没有进一步的动力 因为川普对这种做法是没有兴趣的 川普对拜登这种做法 到处打仗 到处打仗 他的这个政纲 我认为是川普的整个的政见 最具体的政见 我觉得有关国际政治的只有两题 他有共二十个 二十个只有两个 第一个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 第二个在欧洲及中东 恢复世界和平 恢复和平重建和平 可见他对战争是比较没有兴趣的 然后他对这个结盟 可能不会像拜登这么积极 川普的背景他是生意人 而且他又选了这个范斯 范斯是美国这个年轻这一代里面 这种算是比较有实际战争经验 而且他是反对战争的 他跟川普我觉得最大的一点 就是他们都反对俄务战争 然后他也反对美国去支持乌克兰 而且他更不希望美国的军人 这些年轻的子弟 葬身海外 尤其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 军事方面的对立 会慢慢的减弱 可是对中国大陆来讲 又是另外一种挑战 就是说在经济科技贸易上的 可能这种斗争 还是会加深 不会减轻 那可是承受到这个美国这些 对中国大陆附近周遭 一天到晚这个美日韩 美这个什么印太战略 又搞什么这个环球军演 搞了29个国家 这些东西会比较少一点 会比较少一点 那两岸的情势呢 基本上也会比较缓和一点 也会比较缓和一点 那可是另外还是 我认为还是在经济上面 跟美国的这个对决 范围还会扩大 还会扩大 那所以没有全部是好的 也没有全部是坏的 对不过我认为 我跟川普看法一样 拜登要为今天世界 每几场军事冲突 拜登要负完全跟绝对的责任 对 包括中东的这个情况 我们看到这个 在伊朗的哈马斯领导人 这个被炸死这件事情 目前这个 引发的一些效应持续扩大 今天晚上我们会有时间 杰老师也在 我请杰老师跟大家 好好聊一下 最后一个问题 范围会被换掉吗 不会吧 不会嘛 不会啊 副总统没有影响那么大 对对对 他只是讲 讲错一句话 他被民主党压在地上打到 据说川普也想换个女的 有吗 这我应该是谣言吧 应该是谣言吧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 Ks皇家呵护 颅会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他用国际颅会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会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芦荟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芦荟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层你的Ks Blow Your Care